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疼爱的儿女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要继续分享提摩泰后书的信息 如何为真道而战 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泰 这位主公人 在面对末世 各样对信仰的逼迫拦阻的时候 不但要清楚自己传道的呼召 能够为真道受苦 而且还能够持守真道 这是上礼拜信息的主要的内容 对吗 那不但如此 还要在提摩泰后书第四章 保罗还提醒提摩泰要传道 而且要坚持道底 那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叫上帝的道可以传开 你读提摩泰后书第四章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清楚地感受到保罗 对传道的热情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保罗活着的目的 怎么说呢 从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地方是他到了临死前 他还在尽力的传道 你看第六节跟第十七节 保罗那个时候其实不单单被关在监牢里面 他也确定自己这一次逃不了 他死定了 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但是你看就好像第四章第六节 我现在被焦点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他很清楚知道他的景况 但是他在面对即将离世的当下 他不单单嘱咐提摩泰物要传道 他自己也把握在世 不多的机会继续在传 在哪里传 在监狱里面传 你看第十七节 保罗被关在监狱 不是在那里等死 他说什么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保罗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他就继续的传 所以我说 这个传道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保罗生活的重心 跟他活着的目的 不单如此 他不单临死前他也在传 还有一点你看他 即使遇见困难 他却越发传的坚定 保罗传道碰到的困难可不少 是吗 你在保罗的著作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在今天提摩在后书第四章里面 你也可以看得见 保罗他碰到许多许多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活在末后世代的人 他所服侍这些人 很麻烦 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喜欢听真理 你看第三节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预备 请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言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在末后的世代的人 只喜欢听从 让他们觉得过瘾的道理 像耳朵被骚痒 一般 要有趣和刺激 能满足私欲的道理 才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 这是活在末世的人的特征 所以你不难理解 为什么今天媒体会那么喜欢 在他们所制播的节目 或是他们所出版的文字里面 内容里面增加色心山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样 就能够立刻提高收视率 还有发行量 也因此我们要知道 在末世传福音 你不会因为一传 人家就顺耳 然后就接受 很少这样子的 如果是这样 那是特别的恩典 不是一传 人家就会信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 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有压力 你会有挫折 这是难免的 理所当然 不需要太以为怪 不仅如此 传福音的人不单单 会有压力挫折 传福音的人还会受伤 因为有时候 你会被抛弃 孤单 像第九节 迪玛贪爱世界 就离开保罗 还有保罗一些童工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分别就离开他们 对吗 还有第十六节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东离弃我 所以传道人 有些时候需要忍受孤单 还有被抛弃 还有不单如此 第十四节 传道的人 有些时候还要忍受 别人的陷害跟控告 为什么 因为人家对你不满 你看第四章十四节 同将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 这个同将亚历山大 非常抵挡保罗和教会 为什么 因为保罗让他没有生意 他本来是做同像 那个偶像 他可以卖很多钱 但是保罗传福音 没有人要拜偶像 所以亚历山大就跳起来 他就极力的抵挡保罗 保罗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目的是抵挡他 所以有很多人怀疑 保罗这一次再次的入狱 很可能就是因为 亚历山大这个同将出面 告发保罗 各位以上这些困难 不管是压力挫折 受伤孤单 其实都是保罗 他在传道的时候 他亲身的经历 照理说 保罗应该就此作罢 对吗 他不是没事干 他很年轻 三十岁出头 他就做了犹太最高统治机构 就是工会的议员 他说众人的尊敬 而且他在会堂中居高位 但是保罗没有因为碰到困难 就走回头路 你看第五节 保罗的反应是什么 越发坚定的传福音 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好吗 预备 但你却要凡事谨慎 保持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什么是凡事谨慎 那个谨慎就是保持冷静跟清醒 保罗脑袋很清楚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知道他为什么碰到苦难的时候 不后退 仍然坚定的传呢 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清楚吗 你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要传吗 为什么碰到苦难的时候 仍然坚定要传吗 各位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 你今天在台湾传福音传道 你也会跟保罗一样遇到 同样的困难跟挑战 甚至你所遇到的 可能有些时候会比保罗所遇到的还要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末世 比保罗那个时候 2000年前所在的那个末世 更加的末世 人的心更加硬 耳朵更加发沉 以前我们在台湾传福音 弄到最大的反对势力是什么 或是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跟传统信仰抵触 对吗 在这里我要另外再做一个广告 请大家邀请8月20号27号 来参加叶明汉牧师的步道会 他真的是民间信仰专家 是我神学院的老师 他很清楚知道怎么样 怕鬼的都找来 觉得自己运不好的都找来 这是他两个的专长 他会告诉他怕鬼的怎么样不怕鬼 好吗 还有他会特别告诉那些 觉得自己运不好的 他可以帮助他改运 靠耶稣改运 所以非广告一下 各位 过去我们所面对的这传统民间信仰的对福音的拦阻 现在还在 对不对 但是你有发现 不单单传统民间信仰的拦阻还在 还有多出一些东西出来 还有新的拦阻出现 比方说我们最近这几年 一直在面对同婚的问题就是 有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 在年轻人当中 他们有很多人会因为同婚问题 他们就觉得 基督徒信耶稣就是守旧顽固 就是不注重人权的表现 这个团体呢 是不值得加入的 因此就排斥基督信仰 甚至攻击基督徒 我说的这些事情 都是现在进行事 是现在正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明天还会有什么拦阻出来 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拦阻 我们脑袋很清楚 知道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 这些背后都是魔鬼的工作 为了是要拦阻人信耶稣 那神的儿女该怎么办 在台湾的基督徒 你跟我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的反应是不是就算了 反正我信耶稣就好 你不信是你家的事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的态度应该跟保罗一样 对吗 不仅要传 而且要越发坚定的传 但问题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保罗脑袋很清楚 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们不仅要传 而且要越发坚定的传呢 天文后书第四章 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是我今天要跟他分享的 最主要的信息内容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托付 是上帝的旨意 为什么要传 为什么碰到困难 仍然坚定的 越发坚定的传 因为这是上帝的托付 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来看四章第一节 我们就明白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四章第一节 预备请 我在上帝面前 并在将来活人死 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第二章 第四章第二节 物要传到 对吗 我们就读到这里 保罗特别强调 说什么 他是在上帝 在基督耶稣面前 嘱咐提摩太 其实保罗他的意思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什么呢 保罗他是告诉提摩太说 这不是凭我个人的意见 告诉你要 物要传到 我是按着上帝的心意 和权威在嘱咐你 所以你可以说 保罗其实是代表上帝 以及耶稣 在嘱咐提摩太 物要传到 凭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 很简单 因为保罗非常了解 非常清楚知道 上帝最看重什么 这是第一点 保罗特别强调 他是在上帝 跟耶稣基督面前 嘱咐提摩太 是带着权柄的 是带着上帝的权柄 他等于把上帝的意思 转达提摩太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保罗为什么说 要在上帝的面前 跟在基督耶稣面前 特别是 他强调耶稣是谁呢 是审判活人死人 还有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 来嘱咐提摩太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保罗 他不但清楚知道 上帝看重什么 保罗还十分清楚知道 主耶稣一定会再来 而且他知道主耶稣再来 要干什么 主耶稣再来 这不争的事实 但他再来要干什么呢 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他要审判死人活人 就审判每一个人 审判每一个人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他要把他的百姓 带进上帝的国里 第三件事 他要从地上到天上 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各位 耶稣来说要审判活人死人 换句话说 耶稣他需要一个判断的依据 对不对 上帝怎么 耶稣怎么判断 到底这个人能不能进天国 或这个人不能进天国呢 请问耶稣判断的标准在哪里 很简单 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人对道的回应 对上帝话语的回应 所以当然要传道 当然要传道 因为神的道能够救人 天文的后书第三章十五节 上个礼拜 姚牧师在这里分享的 他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圣经能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并且使人成圣 预备进上帝的国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唯有顺从主道的人 才能够进上帝的国 所以当然要去传道 你不去传 人家就不知道要怎么信 怎么进神的国 整本圣经 启示我们最宝贵的就是道 这个道就是上帝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都是他所造的 也是他所爱的 他看我们被罪挟制 那么痛苦无助 就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 替我们承担所有的罪和痛苦 使凡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 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家 恢复上帝儿女的身份 各位这是整本圣经 告诉我们最好的好消息 也是保罗传的道 也是保罗要提摩代传的道 也是我们今天所要传的道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 而且各位 时候要到 时间已经很急迫了 因为末世的危险已经出现 人的心会越来越硬 所以要尽快传 不要再等了 因为机会也不是常常有 过去了就很可惜 因此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要去传 这也是上帝没有把我们提到天上 把我们留在这苦难的地上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你有看到福音的宝贵吗 你有看到道的宝贵吗 你知道在你的身边有很多 无助彷徨的人 他们正无路可走 他们需要你赶快去告诉他们 耶稣爱他 耶稣是他们随时的帮助 否则他们就要灭亡了 你有看到道的宝贵吗 你有看到福音的宝贵吗 因此你会发现 你翻开圣经 我们的上帝从旧约到新约 他对他所有的儿女都有同样的托付 就跟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一样 就是什么 你们要去 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各位 如果台湾的基督徒都起来传福音 那台湾信主的人 一定会大大的加征 你同意吗 而我相信这绝对是上帝的旨意 我听过 奈及利亚的医美牧师 他来过真理堂 他跑遍全世界去服事 他发现全世界都一样 有一个复兴转化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起来传福音 那么他说复兴转化就很快会来到 每一位基督徒哦 你只要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就可以了 台湾复兴转化的速度就会倍速的成长 以台湾为例 台湾目前现在有150万基督徒 一年带一个信主 150万再带150万是多少万 300万对吗 那第二年呢 300万再带300万呢 就600万对不对 第三年呢 600万再带600万就1200万 第四年到第五年 就1200万变2400万 全台就信主 我觉得你们的笑声里面 含着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打个折好不好 打个对折可以吗 打个对折 信主的人数也非常的可观 同意吗 所以各位物要传道 不要再等 很多人常常会盘算 到底哪一个时候才适合传 我们要 生理堂弟兄姐妹都是谨慎型的 谨慎在家小心 在家极度小心 然后呢 因为我们怕受伤 我们怕拒绝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常常会认为很有把握 我们要左右推敲 然后呢 前后斟酌 然后我们发现 应该很稳 我不会被伤到 而且可能很有果效 我们才会开始去传 其实很多时候 等到这个时候 Time已经过去了 往往你一等 你就消灭了圣灵 当时所给你的感动 你同意吗 因为人算不如天算 人的脑袋 哪里能够像上帝那样 知道哪一个时机才是最好的 我们会被外在的环境所欺骗 知道人心 并不是一直都预备好 接受上帝的道 当时间过去 人的心就可能变得很刚硬 所以各位 传就对了 传就是上帝美好的旨意 我前天我就听到一位弟兄 他就跟我分享 一个年轻的弟兄 他是怎么样持续 国中一年级开始 就一直传福音给他的同学 他怎么传福音给他的同学 他用的唯一一招 就是不间断的邀请他的同学 来参加真理堂的青少年团契 他说他国一暑假那一年 他参加国中营之后 他觉得教会怎么那么有趣 在教会里面怎么可以那么喜乐 所以他就觉得这种喜乐 不能一个人独享 于是他就开始有感动 向他最好的同学开始传福音 每个礼拜二晚上 他一定私讯同学 私讯什么呢 同学明天教会见 就这样 他的辅导跟我说 看他的手机 几年下来 那个同一个对话框里面 就是这一句话 同学 明天教会见 全部密密麻麻 常常一大落 就这样数年如一日 他说在过程中 虽然有些时候 常常被他同学已读不回 也有些时候会被同学放鸽子 很多时候他也难免会灰心 甚至会在想 他为何要自找苦吃 他们自己的生命 应该自己负责就好 不是吗 为何要每个礼拜 那么殷勤的邀他的同学 来参加青少年团契呢 但是很稀奇 他说 每当他有这种思想 想要放弃的时候 他的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 跑出来 就会对他说 你确定要放弃吗 好不好 为了我 再坚持一下吧 结果就是这样 他就听里面的那个声音 再坚持一下吧 他的同学去年受洗了 现在跟他一起在 小组在团契里面 热心的服事 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好吗 你误要传道 不要再等了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你要起来传 而且碰到困难 更积极的去传 为什么 第一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第二 他要成为你我的帮助 既然这是上帝的旨意 当你遵行他的话 他当然会成为我们的帮助 不是吗 保罗在最孤单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 他实在有够孤极 有够可怜 但是有一个信实可靠的上帝 他24小时与保罗同在 成为保罗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读 四章16到18节好吗 你就会明白 预备 请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都离弃我 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叫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保罗在当时传福音实在很不容易 因为他碰到一个最凶恶的 一个罗马君王 尼路 尼路他一天到晚就想要找基督徒 除气 他抓基督徒 杀害基督徒 到处逼迫基督徒 所以因为罗马皇帝是这样 所以整个社会也被皇帝影响 非常的排斥福音 保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被抓下在尖里 所以他为什么会觉得孤单 没有人出来帮他说话 因为大家都吓死了 所以保罗在面对审判的时候 面对审问逼迫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前来帮他说话 就跟耶稣一样 耶稣被定十架的时候 所有人都跑掉了 保罗虽然忍受孤寂 但是各位 保罗他自己做见证 在众人跑掉的时候 有一个人没有离开他 是谁 就是拯救他的上帝 你看第十七节 我有主站在我的旁边 加给我力量 主不是他人站在旁边 主还给他力量 让他可以向当场的外邦人 可以传福音 而且主还亲自的救他脱离狮子的口 狮子的口代表他眼前所碰到的危险 还有将来上帝要救他 进入这地上的危险 脱离地上的危险 进入上帝的国 所以各位 有上帝在 你不用怕啦 逼迫再多再大 你可以不用害怕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 今天魔鬼 最常用的诡计是什么 让我们不敢去传福音 我们知道要去传 我们也知道传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我们传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恐惧挟制 这是魔鬼最常用的诡计 让他的儿女陷入恐惧里面 恐惧 恐惧 再恐惧 利用仇敌 利用害怕来威胁我们 恐吓我们 使我们不敢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告诉你 这是魔鬼的谎言 因为我的经验是什么呢 没有错 你会碰到一些逼迫 碰到一些患难 碰到一些抵挡 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人早就等在那边 准备要信耶稣 准备等你去传福音给他 他就要信了 这是我的经验 两个月前 我去医院看一位两度中风病危的病人 要进入家务病房前 他的孩子还很忐忑不安的 怕我传福音太急 会引起他爸爸的反弹 他爸爸其实已经不能讲话 意思也不清楚 插管 但是他还是很害怕 你知道他恐惧有多大 我说我进去就是为他祝福就好 我会尊重他 但是你知道吗 当我一进去之后 进入教育病房 我跟他自我介绍 我是谁 我是牧师 我来为他祷告 他没有反对 他没有反对 所以我就为他祷告 祷告完之后 我竟然看到他在流泪 这下大大的激励我 我就告诉他 我就对他不能讲话 插管 我就说 某某某 某某某某某 耶稣爱你 我带你觉知信耶稣好不好 你插管不能讲话 但是我祷告一句 你在心里面跟我祷告一句 然后我就 我看他也没有什么反对 我就 带他一句一句的 就觉知祷告 祷告完之后 我看他两行眼泪 又再次流下来 他的家人也在旁边 看了一清二楚 都觉得稀奇 我就再继续顺着那个感动 很自然的 我就当着他家人的面 就问这位长辈 我说某某某某 你要不要受洗 我就告诉他洗礼的意义 洗礼不是入教的仪式 洗礼是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礼物 要告诉我们说 他很爱你 他永远认你是他的孩子 他要赐付给你 他要帮助你 他要医治你 你愿意吗 他也没有反对 他家人看见 我真的他家人的同意 我就为他施洗 而且我还特别请求家人 全程录影 为什么 因为我怕他家人 他不在的家人 他会怀疑我 强迫他要受洗 所以我就自保 就请他全程录影 之后我们就回家 回家之后 隔几个礼拜 你知道吗 我竟然听见好消息 传来是什么呢 这位病危 两度中风的老人家 他竟然身体一天一天的好转 然后就出家户病房 所以两个礼拜多前 我就找我的弟兄们 再一次去看他 去病房看他 他还是在插管 不能讲话 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呢 他看到我们去看他的时候 他很开心很激动 一直在比手势 但是我看不太懂 他在比什么 但是我里面 就是很想告诉他说 某某啵啵 耶稣很爱你 不管将来怎么样 你要知道 耶稣爱你到底 当我这样讲 他手势就更激动 这下我看明白了 我知道他一直在比手势 在告诉我们 知道 他告诉我们说 他知道 耶稣爱他 他是上帝的孩子 各位我讲这个见证 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 上帝有恩典 他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 因为传福音 根本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而是靠他 你同意吗 那你在怕什么 过去这么多年 上帝已经放了很多很多 类似这样的见证 在我们当中 你们还记得 北大杨立芬牧师 他的妈妈 信主受洗的故事吗 我邀请大家 今天再来看一次 让神透过这个见证 继续对你说话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见证 我妈妈今年1月1号 居然受洗了 我妈妈今年96岁 40年前我信主 我不知道我信耶稣 对我们家来讲 是很严重的事情 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 我记得我第二天要去受洗的时候 那天刚好我们家是在做 什么所有的祖先的祭日 所有亲戚朋友都回来了 请了很多桌 那我们都是自己组 我妈正在剁鸡 她拿了菜刀剁鸡 我跑到厨房跟她讲说 妈 我明天要去受洗了 结果我妈拿了菜刀 我瞪着眼睛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去教堂受洗了 她居然拿了菜刀把我抓到院子 在众亲友面前叫我跪下来 她说你现在跪我 你就可以出去了 你不是我女儿的 你因为你以后不会败我了 把我吓昏掉了 我现在在讲说还投皮发 像这么疼我的妈妈 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一样 从此以后我不敢跟她讲 后来以后信耶稣到了 大概十年以后 我结一个女儿也信主了 她信主的时候 她跟我妈讲说 阿嬷 我不吃拜拜的 以后拜拜不准给我吃 她说 怎么会这样子 你姑姑都吃 我说 天啊 她就 你为什么没有讲 你不能吃拜拜的 我说我不敢讲 她说 就讲嘛 从此以后我就不用吃拜拜的 这样又过了很多年 我记得有一次我请她去教堂 她不敢进来 我觉得对我妈妈那种 拜一辈子 她可能小时候拜 她可能拜七八十年 对于她来讲 进教堂就好像我们要去一个古庙一样 对我们教徒进到一个古庙里面 阴生生 她的感觉应该是那样子 因为她没有办法踏进教堂一步 所以多年来我想要请各种机会 请她来教会都是不可能的 大概在十多年前吧 她脚跌断了 结果她不得不住在教牧宿生 那时候我坐在教堂一楼 她住在那里 她住在那里 我们丢姊妹轮番上阵的 去为她祷告 她不好意思就接受祷告 可是她又回去住了 又没机会了 一直到去年 她开刀 她真的没有办法在上上下公寓 所以她就住到北大特区来 离开她拜了几十年 大概拜八十年九十年的地方 然后大家在为她祷告 为她祷告 为她祷告 每一次去都为她祷告 她也来教会 什么节日我们请她来 她开始赶来了 年底的时候我妈妈突然昏迷 然后我们送到医院去 医生觉得她大概没有希望了 也发病为通知 让我们签字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清醒 那我本来打算连她昏迷 我大概是失息 所以我决定透过我家人 全部同意 因为我的大哥 我的二哥 我的小弟 二姐三姐 通通都没有受洗 所以我们开家族会议的时候 我问他们 我说我要为我妈妈施洗 可以吗 因为我是牧师 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妈妈 没有受洗过世了 那我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就说 我们尊重你 你如果要给她洗 就给她洗好了 我二哥说我反对 为什么要给她洗 我说那如果其他人都同意 他说其他人如果都同意 我就没话讲 所以我们真的在病房外面 开家族会议 我非常紧张 还有其他人会反对 就没有想要每一根都说 好啊好啊 都这样子了 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说那二哥大家都同意 他说 那大家都同意 我就没话讲 所以我们那天真的就 为她祷告 庸子妹在为她祷告 她醒过来 为她实行 很神奇的是 她居然好过来了 而且非常好 越来越好 而且她以前常常就是 弄失智的问题就是 怀疑人家偷她东西 怀疑人家对她不好 突然间变成一个笑咪咪的老太太 心情好得不得了 可是我也不太决定 她到底有没有受洗 因为我后来就出国了 去了以色列 结果我弟妹给我发简讯 她说 四姐你赶快打电话给我 有一件事你会很高兴的 我还以为什么事 她说 妈妈说 她是耶稣的孩子了 她不会再吃拜拜的了 哇 我觉得这真是神奇 因为曾经 我要收洗的时候 要拿菜刀把我剁下去 叫我跪她 从此不再信仰的 妈妈四十年为她祷告 也在全家人的见证底下 她收洗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她收洗了 家人也都知道她收洗了 而且我听外老讲 她每天晚上都会跟耶稣祷告 所以我觉得 我从此以后不需要说 这是我心中的痛了 哈利路亚 你想要遇见主吗 你想要经验主的大能吗 如果你想去传福音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二十一节那里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那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再问一次 你要遇见主吗 你去传 就会遇见 我只有讲一个见证 就要结束我今天的信息 前天我听一位 最近爱上传福音和探访的 一个弟兄跟我分享 他很喜乐的跟我分享 他自己的经历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去传福音 甚至出去探访 他说他发现 一出去传福音 一出去祷告探访 就好像是在与主约会 我第一次听人家讲说 传福音探访是与主约会 我知道他表达了什么 是他在传福音探访的时候 他经验到上帝与他同在 像他最近 他每个礼拜都到北一 跟建立堂一位弟兄相约 他们一起陪伴一位孤单 吃中饭的助理教授 在那个诺大的办公室里面 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吃便当 一起交通分享一起祷告 虽然这位助理教授 还没有信主 还没有受洗 但是他们却 每个礼拜跟他一起吃中饭 一起祷告 然后渐渐 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有 那个小队的情感 然后呢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觉得 好像与主约会 因为他做一件事情 他每一次要去祷告 要去探访之前 要去为别人祷告探访之前 他总是会先在主人面前 先问主 主啊 这次去 你要我对他说什么话 第二 主啊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提醒我 有没有要我带什么东西 去看他呢 有一次哦 他祷告的时候 神就感动他 要他带四杯饮料 还有买四块蛋糕 他想说不对啊 只有三个人啊 他跟真理堂的弟兄 去看那个很孤单 一个人永远自己吃饭 吃中餐的那个助理教授 就三个男人啊 怎么会四呢 当他祷告就是四 他就听上帝的话 顺着圣灵的感动 他就买了四杯饮料 买了四块蛋糕 然后就去找那个助理教授 结果呢 你知道吗 当他们一进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现场竟然多了一位女助理 他非常惊讶 所以他就很顺手的 就把当中的一个 一杯饮料还有蛋糕 就分给那个女助理 但他心里面就不住的赞叹 上帝啊 你怎么那么棒 他不会尴尬啊 就直接就给 然后呢 哇 而且你知道不是一次哦 是连续三周哦 他去之前他都祷告 上帝啊 那今天要买什么东西吗 他就按着那个感动去 结果其中哦 很多 三次哦 连续三次 他所祷告买的东西 正好 他不知道女助理都在 每一次去的时候 女助理就主动来报道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是呢 女助理跟她说 说哎呀 好稀奇哦 这个东西正好是我今天早上 想要去买的 各位 上帝了解人的需要 比我们的还要清楚 你同意吗 他们已经 就这样哦 这位女助理已经自然而然 连续三周跟他们一起聚会 很自然而然 现在已经成为他们小队员之一 所以他们现在叫做新F4 然后呢 他们已经连续三周 跟他们一起读经分享和祷告 原来 传福音 原来祷告探访 可以这么享受主的同在 可以这么喜乐 上帝爱灵魂 比你爱灵魂 还要多 问题是什么 你愿不愿意去传啊 你愿意去传吗 迦太书告诉我们说 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各位 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拦阻人 信耶稣 但上帝 与我们同在 祂也用各样的方式 引导人 透过我们 把人原原本本的引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去传好吗 去传就对了 你要怎么传 不断的传 再忙都要传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第二 遇到困难 更是要坚持传下去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你的帮助 上帝要透过你所传的福音 使一切听到的人 就得拯救 这是上帝在你身上 美好的托付跟计划 你要传吗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打破我们里面的挟制 跟限制 上帝我知道 传 福音 传道 跟我们的个性 没有关系 跟我们愿不愿 倚靠圣灵 才会息息相关 帮助我们 可以得释放 帮助我们 让我们脱离仇敌的 借着恐惧的压制 好叫我们看见上帝美好的旨意 也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可以放心有力量去传 而且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传到哪里 让传福音为之作见证 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 主要请你调整我们的时间表 调整我们的优先顺序 让传福音 领人归主 成为我们生命的优先 谢谢主 一直到建筑面的日子为止 我们都要成为传福音 做见证的人 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跟你旁边的弟兄前面说好吗 你一定要传 因为神一定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